牛角落位 然后通过上线的手里手的掩护 找到了胡明轩 吉伦沃特 外线的三分球直接拔起来 同样也是三分球投进 哇 今天防守啊 一直贴巴顿贴的很紧啊 上线掩护直接挤过 胡明轩的突破 好球再面对到 可惜了这个球啊 运气差了一点 反击 这边胡明轩的三分球 追身三分 胡明轩追身的三分啊 统计刷新的稍微慢一点 杨艾森是拿了六分 杨艾森上面来讲 杨艾森还是更加的平均一些 胡明轩 这个位置啊 非常巧妙的找到 篮底下自己的队友 中居然没进 胡明轩撤步 后仰的三分球 这球也没投进 长篮板 被自己拿到 再回给巴顿 这边特意的三分出手 好球 终于 打破这个冰河时代的是胡明轩啊 大家 没有碰到篮筐 应该是算是时间到尾利了啊 反击 追身 三分 穿针入网 胡明轩 连续两季三分 杀人猪心啊 就绝对速度很快 但是他那个节奏呢 就刚好 绕过你的那个节奏 对 胡明轩又来一季 三分球的进战 五十九六十二 哦 今天 胡明轩这个是正名之战啊 现在是拿球说话 对的 对吧 用实力说话 出进来 换左手 三分球 我今天呢 这是一季空中接力 隔人暴扣 王丽泽 凸的这个干干净净啊 对 胡明轩车步 外线三分球 这球有哈登的感觉啊 左手飘移三分 胡进来 反手的上完好球 欧洲步 想起就像那个 之前樱花道那个在场上 他不敢下手 让外线这边三分球 三分半球 三加一 特地找掩护 找巴顿吗 还是给胡明轩 外线 突进来 胡明轩还是在观察队友 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再来到外线重新组织 胡明轩顶着防守 直接强拔三分 哦 天呐 这个球难度极高 观众们 大家你们不知道 这个位置全跑错 胡明轩在这种乱当中 选择了一个最不合理的打法 但是进了 是的 就这个球难度高 反击 转换 这球上篮打进 刘达尔就要暂停了 SNA是放大一步 在上线找胡明轩 掩护完之后 胡明轩 队友突进来 单手的抛 投好球 段杨军这球其实已经注意到胡明轩 他 吉兰沃特 任俊飞 还有 这边是谁 读人望 打第一位 胡明轩 顶着防守 直接拔三分球 哇 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超巨的感觉啊 面对维瑟斯旁 非常坏的消息 篮板球又被对方拿到 加油 哦 捡到了 天呐 这是